接着我们要介绍连接词的用法了 连接词就是要连接这个两个单字 词类要相同 形容词连接形容词 名词连接名词连接单字 要不然就连接两个片语 要不然就连接两个句子 这个这是连接词的功用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这个 前面是一句 List choice is pretty 这个衣服很漂亮 这是一句 那另外一句 But it doesn't look good on me 穿在我的身上 doesn't look good 不太好看 所以这个是 虽然衣服漂亮 可是穿在我身上不好看 这是正面的 这是反面的 所以连接词我们要选一个 有正反面含义的连接词 对等连接词 这个就是but 很清楚就是用but了 但是这套衣服 doesn't look good 看起来 这个在我身上 不会很好看 这是第一题的 第二题我们看一看 my sister want to buy a car 好 我姐姐想要买一部车 好 这是一个句子 那后面又一个句子 she doesn't have enough money 她没有足够的钱 在中文一看就知道 她很想买一部车 可是呢 她并没有足够的钱 好 一样连接词 还是要用什么but 其他这个都不合理 因为a的是because 是表原因 你带进去 当然就知道 内容是不对的 这个if是如果 第四个是否则 那不同 一定要用but 所以通常我们 最常用到的 就是什么 but 表示正反面的 第二个 表示因果关系的 会用so 好 这两个是 使用情况最多的 这个o是表示 两个选一个a或b 好 a或b选一个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会用这个o ok 好 那end呢 end就是 两者是同时进行的 并且 这两个 接两件事物 都是相同的 正面的事物 这个是正反面的 这是因果的 这个是二选一的 ok 再看 我们来 第三题 we are surprised 我们很惊讶 惊讶什么事情 就在后面的 他用let 连接词来 衔接 后面let 一直到这个地方 这就是 表示说 我们感到很惊讶的事情 那let呢 没有什么意义 可以省略掉 他说啊 silly and the way silly跟way呢 decided to get married 哇 决定要结婚了 get married 这是结婚的意思 这个 给他背起来 很好用的 一个语词 get married no one knows 没有人知道 好 这边要选一个连接词 当然 连接词后面 怎么会没有东西呢 都省略掉了 都省略掉了 没有人知道 最后一句 他说 they often fight with each other 这个孩子很怪异 fight是打架 with each other 他们常常彼此打架 嘿 这一对恋男很怪 他们常常打来打去 and are unhappy together 在一起的时候 常常打来打去 又不快乐 一点都不快乐 所以我们都很惊讶 这两个 这个小冤家 怎么决定要结婚了 但没有人知道 为什么 干嘛 怎么会这样子 因为他们 平常在一起 就一直打来打去 然后那一点都不快乐 在一起都不快乐 所以这是讲原因的 说明原因 答案 我们要选的就是 why 省略什么东西 后面就省略了 no one knows why they decided to get married 为什么他们决定要结婚 没有人知道 这个原因何在 好 那 或是表示地方 或是表示时节 或是表示一个方法 方式的意思 这个我们就不再多讲了 不过老师要做一个补充 这个打架 这个fight 他的过去式容易出错 过去式是fault 过去分子也是fault 好 那跟谁打架 就是fight 不是后面某人 这就跟谁打架的意思 OK 这是第三题的一个分析 再看第四题的分析 Alice讲了 Do you know 你知道 好了 知道 后面的事情 说 Grandma 这个祖母啊 奶奶 is going to 将要来 vist us 来看我们 来拜访我们 你知道吗 好 这个祖母 将要来拜访我们 来看我们 就讲说 is next week OK 他回答是 next week 是下星期 可见得 Alice在问 你知不知道 什么时候 祖母要来看我们呢 他就回答 is next week 所以这两个内容 一结合起来 就看出线索了 下星期 祖母会来看我们 表时间 很快 应该就是混了 这个是 很清楚 文章就告诉我们的这对话 好了 所以Do you know 后面 这个连接词是混 这个就是我们的 名词子句 好 这是主要子句 后面是名词子句 当授词 下去 这个内容给他讲完 she told me on the phone she told me she是指祖母 told me on the phone 在电话上告诉我的 and we will take her to the national park 然后呢 我们将要 take是带她 带她去哪里 to到什么地方去 好 那我们将要带她去 national park 是国家公园 那边去玩 ok 这样就很清楚了 这是表时间的 一个名词子句 和时 混当和时 不过这个我们一定要稍微注意 这个混啊 如果是放在句首 就是我们翻成当什么时候 这是副词子句 好 那么像刚刚的那个 这个 i don't know 好 如果说i don't know 换 这个句子呢 放在动词的后面 这个我们称为名词子句 翻成和时 和时 在什么时候 这里是翻成当什么时候 这个是和时 好 第三个 还有一个是 出现的名词 比如说 这个是去年的夏天 Lost summer 后面你又再加一个混 那这个混 就来说明 去年的夏天 所以这个混 就是 关系子句 我们要翻成什么意思啊 在那个时候 混就翻成在那个时候 所以不要小看混 它有三个不同的一个观念 一 放句首 翻成 当什么时候 这是复时子句 第二个 放在动词后面 这是名词子句 翻成和时 好 和时 第三 放在名词后面 这是形容词子句 也就是关系子句 翻成 那个时候 在那个时候 就是在去年夏天 那个时候 怎样 好 老师不举例了 就精简的 把重点 告诉同学 好 继续 我们看第五题 I have wanted to read the diary of a young girl 一个年轻女孩的日记 我一直都想要 我一直都想要 有没有看到 have 加上wanted 过去分词 这个就叫 现在完成式 现在完成式 它的概念 就是从以前到现在 一直都 一直都怎样 一直都怎样 所以 这个就翻成 我一直都想要 看 这个 这本书 因为它是 用 邪体字 邪体字 通常都是表示 书的名字 书名 或者是地方的名称 或者是建筑物的名称 这些专有名词的名称 好 我很想读这本书 这本书 名字叫 这个一个 年轻女孩的日记 想要读这本书 想了多久啊 想了好几个月 你看看一段时间了嘛 所以老师刚刚有补充过 只要有复加一段时间 前面就要用 现在完成式 表示从几个月前 一直到现在 就一直想要读这本书 好 再来我们看 Today 今天 I finally 我终于 bottle 我终于 借到了 这本书了 bottle 好 借进来 我终于把这本书借到了 从哪里借来 from the library 从图书馆借来了 这本书 好 今天 我终于从图书馆借到这本书了 那么我们现在要 前面一句 后面一句 我们要选什么连接词 好 and 就是而且 并且 并且 这是 与意相延续 延续的一个概念 我们连接就用and since 自从 好像不合理 受试 所以是表示 因果关系 因为结果 这个好像也怪怪的 第四个 until until today 直到今天 好 我 这个finally 我终于 借到了 中文 好像通 但是英文 并不通 因为这个内容 是衔接过来的 我几个月来 我一直想要看这本书 好 今天 我终于借到了 所以这个内容 是衔接过来的 我们 这一题 答案 要选的是and 才是正确的 好 并且 今天 我终于借到了 其他 都不太 正确 好 这个 是第五题的 有关于 连接词的一些 概念的分析 好 连接词 我们就讲解到 这个地方